另外我们要花点时间来讨论一下中国的经济问题 其实这一题我们这两天讨论了很多 因为确实是非常热 从9月26号政治局突然召开了一个会议 这个时间点是很罕见的谈经济 然后一下子就丢出了各式各样的重磅力多 所以你就看到不得了 楼市也好 股市也好 我觉得有一点点怎么讲 刚好又是十一国庆 对 故意的 对 还有包括洲际导弹 所以大家一起在庆祝军事上 在北冰洋上唱国歌 大陆海景第一次进到北冰洋 还有在股市房市等等 老百姓都觉得好像自己要开始变有钱了 那真的影响所及 国际间的各式各样的投资巨额 也都闻到了风潮有钱 居然为什么不呢 我请渊老师讲一下 第一个我们来看到港股 港股是国际资本集中之所在 到9月30号为止 9月26号开会丢出利多 9月30号为止 这些都是在大概十一国庆长假前的一个讯息 那包括恒生国际指数 全年累计涨幅30.2% 科技指数 恒生指数累计涨幅分别高达26.2% 跟24%都是双位数 那科技指数的部分短短半个月累计涨幅达到了36.6% 前所未见的荣景 再把视野拉高来看 9月下旬以来国际仲介机构的资金净流入的规模 高达了港元396亿 然后连续数日流出之后再度转为净流入 还有在股市的部分也是井喷 其实房市的部分前两天我们有讨论过 像北京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网友 PO出亲身的遭遇 比方说我都已经看中了这套房 我本来预计好两天下定 就突然之间怎样 这个折扣50万一下就没了 所以要回到原价 你要不要买随便你 对吧 就各式各样 然后你看到什么重机又开始忙的 没有时间睡觉 各式各样的这个讯息 还有中国股市井喷 大的来看 彭博社公布很多的一些讯息 包括基金的回报率 还有这个各式各样的资本 它的飙升 你看到26 31 46 然后这个中国指数上涨等等 所以全部大概都是类似这样 你看到有很多的旗指 有很多的股市指数 还有很多的对冲基金 它的飙涨幅度 基本上都是双位数二以上 那市场观察家就说 中国最新刺激经济的措施之后 资金大转移已经开始了 包括哪里 包括韩国 印尼 马来西亚 泰国等等 股市全部都叫做净流出 钱要离开了 都要前进中国 所以中国好像是一个 现在是一个吸睛大法 全世界的这个股市 我们昨天还讲嘛 华尔街也动了 对不对 本来贝莱德去年底 灰头土脸的离开中国 现在又回来了 还有摩根大通之前做空 结果惨培了上百亿 那法国的巴黎银行也是 9月前三周超过200亿美元 撤出日本股市 这法国银行所公布的 另外呢 空头遭到绞杀 做空中国股市的资金 还有寻求所谓的中性对冲 这些资金呢 损失惨重 最好的代表就是摩根嘛 摩根损失了百亿不止 以及日本啊 日本股市也出现了罕见现象 抢筹中国资产 在日本交易新上市的A股 像是南方中正500指数等等 10月2号收盘 都上涨了77% 看到吓死人这个幅度 不得了 但是我还是要问岳老师 因为我们新闻工作者 总是有一些内心的一些警讯嘛 这会昙花一现吗 会吧 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实际上 因为我也算是常常做财经分析 我以前的做这个 我跟大家强调 如果按照一般的市场来讲 事实上我们不适合 对于结果做评论 因为这样的话 会让人家产生误导 人家会讲话 那到底该不该买呀 什么这种问题 但是中国这个市场非常特殊 它的市场的话 它是由政策所主导的 我这个必须要讲 就是说大家的话 有一句话就是 在市场中未必有效 但是绝不做空祖国 这句话在中国来讲 这就明显的感觉到 因为你刚刚讲到说 中央政治局开会 从来没有在9月份 就是做财经上的一个措施 那这次的力道之大 产生了一个感觉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说呢 这个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 让十一大家好 过个场价 但这很特别 就好像一夜之间翻了过来 我等一下给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一夜之间可以翻过来 这个股市 房市 债市 好像感觉上都翻过来了 那么这里头当中的话 我们从四个方向来看 因为其实能讲的东西太多了 我现在是讲简单的 首先第一个 国防 你知道我们那颗 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里面射出去以后 你仔细看里面内容 就是说对于美国 上次我一天到 却把这个强调到 说美国奇怪 辞职不表态 表态以后居然都说 很好很好 正面表态 感觉上你很看得起 我们跟我们同时 对不对 因为实际上的话 就是它是全过程 在美国测量后的结果 就发觉是遥遥领先 因为它自己会改变变道 这个叫做前学生导弹 那么这个说明了什么事情 说明了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说因为国防力量 已经强到这种地步 资金分成两种 一种叫魔力资金 一种叫避险资金 那么这个魔力资金也好 避险资金就发觉 这世界哪个国家最安全 刚刚看到前面 讲到撤侨的话 那当然是中国最安全 所以说这个避险资金 这是讲国际上的 这是情况来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外交 外交的话 你刚刚看到 耿耿讲那种话 很硬气 Don't bug the wrong tree 这是很少干这种事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外交上 非常有硬气的原因 就是我刚刚强调过 你整个中东国家 整个穆斯林的国家 整个回教徒 他基本上认为说 这个世界上大国当中 唯一赞成世界和平的 只有中国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中东国家 目前为止 大家记住 那个黎巴嫩的 政党是怎么被攻击的 就是因为先用传呼机 然后又是这个呼叫 这个呼叫器 然后对讲机要爆炸 什么的 对不对 然后人面对面开会 之后一个炸弹炸死 那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纳萨鲁拉是这样死掉的 就是政党党的领袖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那这个里头 真的讲调的 印象好的 值得做生意的 愿意买这种无线通讯的 那只有中国 所以说国防外交 还再加上 这个第三点的这个原因 就是说 大家要了解 中国本身的信用非常好 我们都是中国人了 我们心里非常清楚 温良公俭让 天道酬勤 我们不随便举债的 大陆的欠债跟美国 比起来差 搞不好要上万倍 除去率特高 我们都了解为什么 我们都不好意思 讲这个原因 因为洋人没有存钱 这回事的 我们文化当中的话 就是大陆要发行国债 大家抢着买 现在这次搞清楚了 搞清楚了 就是发债来让这个 就是等于是暴力救世 的这种情况下 让大家都会感觉到 过了一个好价 每个人都在强调 哎呀每个现在都闲了 怎么放假放这么久 赶快开市 所以说这里头也是 第四点我觉得最重要的 我告诉大家 以往我们认为 股市就是要炒股票 我们一听这个话语 它的含义就是不高级 但是这一次 有很重要的一个差别 就是说 你有所有的一家证券 你可以到银行贷款以后 拿来只能够炒中国的股市 股市限定 我告诉你秀芳 这里面讲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意识形态的转变 你基本上认为的话 以前的话 因为我长期来讲 在观察大陆的发展 我觉得大陆最大的问题 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的体制底下 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 那今天来讲的话 它的意义一转变以后 所以外国人 这个外国人先闻到这个气息 因为外国人就会觉得说 这个市场当中有钱可赚 因为我们讲国际关系 强调的是实力 但我们讲财经关系 强调的是利益 但是我要问一下 会不会楼市跟股市 会有脱离经济面的一个标涨呢 会吗 我跟你讲 现在的楼市已经是逐步在恢复信心 但是它的一步一步来 为什么呢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买房子永远是那三个字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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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经上广升 这个是问题不大的 大家信心慢慢恢复 那么目前为止的话 我觉得说连带的 就是准一线级的城市 这个楼市情况也会恢复的 这个是也不用担心 但是至于说三四线 跑到东北赫港那些地方的话 我觉得它是面临很大的压力 但是不同的情况 有不同的处理 但是重点是 大家生活上一起改善 居住也是一起改善 所以这一点相对而言的话 是比较重要的 从这个四个角度来分析的话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不会是昙花一现 但是也是基本上要摸对的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